大家好 我是段昌文老师 进一步也是建议各位帮我们订阅我们的YouTube的频道 再来记得在脸书按赞加分享 谢谢 那今天来介绍共同基金应该在哪买 那么有一些费用大家要注意 那如果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共同基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 那可以去搜寻一下 在我们的丰富的网站上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集 那今天我们主要要介绍是说 你到底要在哪买基金 但是你买基金的时候重点在哪里 这非常重要 为什么 你想想看 有没有龟兔赛跑 龟兔赛 不对 应该是兔兔赛跑 那兔子跟兔子赛跑 投资的路上一定是兔子跟兔子赛跑 怎么会有乌龟存在 当枪 啪一声 哪一个兔子 听得最快 他一定跑优先 啪了一声之后的话 有一个兔子竟然还在走路 还在吃冰淇淋 所以啊 这个冰淇淋是什么 大家要注意啊 你买共同基金的时候 当给你收了 先收了那一笔费用 那就是简直就是卡你的一关了 那卡你的一关一开始 大家都是兔子跑得非常快的时候 结果你因为那一枪 搞不好毙命了 所以因此啊 要切记啊 你应该在哪买基金啊 这非常重要的 那你要怎么样子挑到适合的基金 这是更重要 这是本集要加强的两个重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张图形的话 那这张图形的话 我把所谓所有的 在台湾可以买到基金的通路啊 全部列丝在这里 优缺点也写在上面 我自己的基金 一开始都在银行买 因为那时候只有银行 现在一堆的金融机构 在卖基金 大家有没有看到 优点在哪里了 那这边 讲的优点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手续费的问题 手续费 那我们看他手续费 那再来就是基金的 总类的问题了 你可以选择的越多 当然这一家的基金公司就越加 因此啊 最下面一家 基金的代销公司 是目前手续费最低的 总类也是最多的 但如果说你想要找到零手续费了 除非到美国开户或者是开一个网路账户 去买美国的这个ETF 但是共同基金的部分的话 原则上目前在台湾都有收手续费了 那有没有免收手续费 有 投信公司 投信公司 好 大家如果去投信公司去买的话 那就是他自己的基金 你也只能买到他自己的基金 所以他的手续费 如果针对他自己发行的基金的话 那因为总类就不多嘛 因为一家投信公司 他发行的基金 可能只有10档 你也只能在这10档上面 去买这些基金而已 其他都买不到了 这是一个他的缺点 所以你如果跟投信公司买 可买的基金的数量 基本上是有限的 知道自己应该在那里买了吧 如果你是在高手续费的地方 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去开个户 当然开户的动作的话 是有点麻烦 有一些基金公司 基金的代销公司的话 已经可以在网路上直接开户 那用你的金融卡 去做确认的动作 但是如果外币的部分 可能需要用邮电的方式 好 那这个就是你应该在哪里买基金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基本资料 那我们看到这基本资料 哇 好多啊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那我们看到 这个手续费 有没有看到 再来管理费 还有没有 还有保管费 那我们看到 这都有劣势的 好 那上面这一家 还是台湾的 那我们看到 海外型的基金 这个海外型基金的话 你有没有看到 他还劣势了一个 最高经理费 还有最高销售费 还有最高保管费 一堆 明目啊 基本上一堆啊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的话 基本上啊 我们分两种 第一种 是从镜子里面扣到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第二种的话 就是一开始 你要去加码 加码说的 也就是外显的一个成本 跟内显的成本 那我们把这个费用的话 我们一张图来看懂四种基金 我们看一下这个 投资人你去买基金的 那就到基金通路 我们刚刚讲的 那几个通路嘛 去买基金 好 那现在可以看到的费用 大致上从镜子里面看到的 大概就是虚性的部分 这扣的不清不楚啦 大家记得啊 这镜子里面去扣啊 因为我所编的部分的话 是在外显的扣法 这个手续费是大家最重要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 兔子赛跑啊 兔子赛跑啊 这个手续费被人家收了一笔 1.5% 你知道大盘要涨1.5%的话 是涨几点吗 大家就知道说 手续费如果扣你1.5% 你会不会痛啊 如果不会痛的话 那我再讲 你的所得税 如果再增加1% 你愿不愿意缴 你如果不愿意缴的话 那你为什么会放手续费 帮你扣了一个百分之一点 1.5% 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了 好 那如果知道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要知道说 这个共同基金啊 这个成本要去哪里查 那大致上我们有几个地方 可以查到共同基金的这个成本费用 例如说 跟你的销售通路去查 你在银行买 去问银行的那个礼专啊 那要不然就是你买哪一档基金的 上基金的官网 去看他的月报 或者是公开说明书 那或者是透过下面的几个基金的一个网路平台 例如说投心投顾工会啦 或者是成星啊 或者是大型基金平台啊 那你都可以去找寻这些基金的一些 这个公开说明书 点开之后的话 告诉各位可能上百页 大家可能都不愿意看啊 好 那当然不愿意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有一个基金平台啊 我们就收了一档 这个类似的 他的名称叫做 安联收益成长 只要你打安联收益成长 大概就可以知道 哇 这国内的 你看一堆 全部都是安联收益成长 一堆 有没有看到 所以一档基金啊 他可以卖什么 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的 有个英文字 英文字啊 A啊 B啊 C啊 N啊 一堆啊 再来咧 他有没有看到 还有台币啊 还有月配啊 有没有看到 还有人民币啊 所以啊 大家要切记啊 一档股票 他只卖一次 卖一档 一档基金啊 他卖十几 十几个不一样的 所以 你看 基金经理人 大概就知道 都同一个 都同一个 好 那当然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国内的 我们看海外的 海外的更复杂 这个好几页啊 这下面还有啊 海外更多啊 所以你看这个英文单字啊 还更复杂 哇 还有四个字的 好 这个 就是买基金的 一个 玉角啊 好 那玉角在哪里 大家如果在买 共同基金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说 这个留意啊 基金名称中的 英文字母 主要差异在于 第一个英文字母 跟第二个英文字母 非常非常复杂 第一个英文字母 大致上分为 前收的手续费 还是后收的手续费 跟各位比较一下 我们用这个看板来 来比较一下 假设你要钱 你要不收 不收 不收 不收手续费 或者是后收的 一档基金只能上涨 一档基金 你希望它下跌吗 共同基金可是没有空方啊 它只有多方啊 所以共同基金要买赢家 不能买输家 这跟股票的买法是不一样啊 所以共同基金一定只能买赢家啊 请问你这边一百块涨到一千块 共同基金前收收你百分之一 这边收一块 收百分之一 这边可是收十元 你要前收还是后收 再笨的人也不会让他用后收的方式吗 大家都希望一百块涨到一千块啊 那你说后收的话 你岂不是要收要给他十块 这个可是手续费而已 所以第一个英文字母啊 基本上啊 就是所谓的前收跟后收 你到底手续费要怎么分 再加上你是不是一般投资人 或者是法人可以买的 因此你我们一般都是散户啊 通常我们只认第一个英文单字 只要是A的 通常我们散户都可以买 好 第二个英文字母就是配息的频率了 那是不是有配息 或者是你要不要接受配息 我们用这张表格来看 大家有没有看到说 你买的共同基金 可能有很多人都不计较这英文单字啊 因为被李专牵着鼻子走啊 然后你看一下 大致上第一个英文字母的话 大部分前收都是A啊 A的部分 那如果B的部分有些国内啊 是前收 但是有些国外的B的部分的话是后收 所以因此啊 这一些英文单字 大致上有很很复杂的啊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前收跟后收 还有特殊合约 还有所谓的这个 其他投资人可以买的 这些是你是专业投资机构可以买 所以我们一般散户是没有办法 Touch到这个 这个共同基金 这个基金是因为为什么要开 开给这些专业投资人去买啊 是因为这些基金啊 管理费比较低啊 这个有些共同 有些机构投资人 他非常计较这些管理费啊 好 再来X的部分是要收G消费 其实我们散户我们只 我只记得 我们大家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我们只要买A就行了 但是第二个英文字母的话 大家想想看啊 如果你有买共同基金的 这个经验的话 你今天投入1万块 投入1万块喔 今天给你配息配100块 配息喔 配到100块 那请问你你这个100块会放在银行 还是继续投资 还是你会把它领出来去买便当 绝对是放银行而已啊 所以因此大家把这个100块啊 都会觉得说 啊我有配到洗 所以因此啊 建议各位啊 你这100块啊 你何不继续投资 为什么 因为你选了一个很好的基金啊 你既然已经买了这两基金 这两基金照理讲 在你的心目中应该是非常好的 所以建议各位要买累积的 但问题在于说银行很少有卖累积的 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想一想 大家就知道 他希望你把钱存活存嘛 而不希望你把钱啊 再去买我的共同基金啊 那配息的部分的话 大致上有这一些 非常非常复杂 这些单字我觉得搞的共同基金 在我们台湾卖的非常复杂的话 就变成说 好像共同基金是非常高级的 切记啊 只要搞懂几个英文单字就行了 我们用简化版的 我们留意几个英文单字 手续费的 大家不要去买后收的 为什么 后收的 会给你再收另外一笔的管理费 这管理费的话 是在镜子里面直接扣除 就很像刚刚我们讲的 两个兔子在赛跑 有个兔子又被扯后腿一下 那这个就是后收型的 B跟C 建议大家 尽量不要去碰 那配息的 我们以前收为例 例如说有配息的 AD或者是A什么什么 DIS的 那DIS前面如果是M的话 那就是月配 那没有配息的话 累积的话就是A跟AT 建议要用累积的 也就是AT的方式 那有没有额外的费用 当然有啊 例如说后收的部分B跟C的部分的话 还有C2还有Y 这可能这都有管销费啊 大家如果把公开说明书把它点开之后 去Key几个单字去搜寻一下管销费 大家就可以找到说这几类型了 好那总结一下我们就级别 我们就应该要这样选了 前收的还是后收的 当然答案就是前收啦 不要去计较说你的前收 你前收通常共同基金也都会打折 1.5%给它打个五折 大概也是0.75%啦 所以因此大家选前收 那大概要留意英文字母就是A 再来是不是你要累积的 你不要选配息的啦 配完息之后啊 你的钱只会在你的账户里面停留 那你如果买了10年的基金 你的配息的那些钱啊 美金啊或者是欧元等等的 只会停在你的货存里面啊 所以尽量选ACC 第二个英文单字喔 ACC或者是T的 例如说AT的 好不要买有分销费或递延费的 C级的 那B级的部分的话 他准备套牢的 也就是说他不给你收手续费 B跟C都不收手续费啦 但是问题是B的部分的话 你第一年可以卖 可以卖没关系 卖掉之后的话 我会给你收收赎回费 通常他有规定说 比方说三年内五年内 你要卖的话 那就会有这些费用 要超过五年之后 那手续费真的才是0 所以你准备套牢的 那就是选B啦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好那如果针对所谓的这个 选基金的这个级别 跟所谓的这个要去哪里买基金的话 今天应该大家都有答案了 谢谢